于事已至成 得尊憲法效忠国家 代表人民依法 李婉玉穿卓一身黑色套装 宣誓就职新北市第二届议员 念誓詞的时候 真的有百感焦急的感受 此来的正义让这一刻永生难忘 百感焦急嘛 因为毕竟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经验 那这个此来的正义是真的要加倍珍惜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想他就是上天给我 必须要完成的一个使命 所以加倍努力 加倍认真 宣誓就职完成后 观点民众响起热烈掌声和加油声 有不少支持者都是远从云林而来 力挺云林子弟李婉玉 而再次回国议会 李婉玉坦言心情很紧张 因为两年半的时间 要做完四年的事情 但他会像是胸前别上的胸针 金色无敌铁金刚一样 为正义而战不能被打倒 因为我的办公室有很多无敌铁金刚啊 就是正义的化身 那期许自己也跟无敌铁金刚一样 就是不能够被打倒 永远要为了维持正义而努力 李婉玉重回议会的首要计划 事先解决新北市一试凉水假的问题 但未婚的他依旧被媒体问到私人感情 李婉玉表示 欢迎大家用放大镜 仔细检视他的问证成绩 但在私领域的部分 尊重他也是平凡人 就让他有一点私人的空间 不希望媒体多炒作情感议题 中佳新闻的六楼房刚 板桥报导